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陳草莓的鋼彈基地 那模型湯口的處理相信是很多新手在一開始會遇到的問題 那要怎麼樣把湯口修得漂亮呢? 今天我在這邊就為大家做個簡單的說明 首先你要處理湯口的話,第一個你需要的工具有 斜口鉗、筆刀、還有砂紙 那斜口鉗呢,就看你的預算,當然越貴的可以剪出來的效果是越好 那這個就看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那首先呢,拿出你的模型之後把它剪下來 這邊第一個湯口製作要注意的就是 在剪的時候呢,記得千萬不要貼著零件 而是要留下一段小小的距離去剪 這樣子可以避免你在剪的時候去擠壓到零件 然後讓它產生一些白化或者是破損 那這裡可以看到 我剪完之後的部分這個湯口都還是留在上面的 因為你看,你剪的這個切面啊,會像這樣子有白化的痕跡 那要是你是直接剪在貼起零件表面的話 這樣子到最後這個痕跡就會留在上面 不好看 那接下來呢,拿出你的斜口鉗再把第二段剪掉 那這第二段能夠多靠近這個零件去剪 就取決於這個時候你的斜口鉗的 就是好壞程度了 像我用的這把斜口鉗是神之手 那它是可以完全貼在零件上面沒有問題的 那它是可以完全貼在零件上面沒有問題的 像這樣子 基本上 就已經不會有什麼痕跡了 那在這邊也是 那在這邊也是 這就是所謂的二段剪的一個做法 好 那剪完了之後呢 我們要來 把湯口 還有一些不平的地方用筆刀 把它稍微的削平 這邊 就是需要靠經驗的累積了 好 那在用筆刀削平之後呢 這個時候來做最後的修飾 拿出你的砂紙 剪成像這樣小塊的會比較好操作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有沒有 湯口基本上是看不出來了 那以上就是 簡單的湯口處理教學 希望能夠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